大家关注巴黎圣母院 法国警方日前发表声明称 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和周边道路出现了迁污染 10号巴黎圣母院周边商铺和法国的一些相关组织 对此事表示忧虑 10号巴黎圣母院周边道路上依旧游人众多 周边商铺也正常营业 不过巴黎圣母院周边存在迁污染一事 仍然给人们留下了阴影 据一些周边商铺主人透露 相关部门当天已派人来进行过走访 并建议商铺接受相关检测 以确认商铺是否存在迁污染 这不仅让商铺主人对迁污染感到忧虑 还让他们不得不承受一笔额外的费用 这天晚上我们有聚会的聚会 似乎所有商铺的市场 我们现在要做一些专业的联络 为我们知道有迁污染的迁污染 法国当地健康协会的医生认为 巴黎圣母院大火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 现在才来进行相关检测 实际上已经有些晚 法国一个环保组织则认为 法国政府9号的声明内容不够详实 对于迁污染的危害过于轻描淡写 政府要拔作账 起 want Pasir我们在会有福射资压的金融 这法律的联系 计则是联系的 我找到检 outbreak 咱们一次正重要的 在生物中的生物中的生物中 在生物中的生物中 但是也在生物中的生物中 也在生物中的生物中 在生物中的生物中 法国警方9号发表声明称 巴黎生母院前的广场和周边道路 出现千污染 这些区域土壤样本中千含量 为每千克10到20克 比法国卫生部门规定的 每千克0.3克的标准 多出数十倍 不过法国方面表示 空气中的千含量并没有超标 警方只是建议 经常前往巴黎圣母院相关区域的人 应该勤洗手 附近居民也应用湿布擦拭房屋